美国重返世卫,然后呢,就有欧洲科学家说被威胁了 大家好,欢迎关注耐看,给你解读天下新闻 我最近读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新闻 一个参与病毒溯源调查的欧洲生物学家说 现在不少的专家受到了威胁 世卫组织消息人士跟他讲 在第一阶段溯源研究结果出炉之后 只要有人表示支持这个结论 就会遭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施压,甚至是威胁 世卫组织的消息人士还说 美国痴迷于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攻击中国 以至于不愿睁开眼睛,面对研究成果 这个生物学家还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评论 科学界本来对美国重返世卫还有很多的期待 但不幸的是,华盛顿的重新加入 反而给科学的调查,带来了地缘政治竞争 美国以病毒溯源问题为由攻击中国 这不是新闻,全世界都知道 但我们这次更关心的是 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正在被一步步的政治化 关于疫情的真相,我相信很多事情被隐藏了 而且有一些人正在试图永远隐藏它 病毒的溯源问题绝不是政治游戏,这应该是专家们干的事 政治利益集团,游说集团应该彻彻底远离于此 说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不太相信中国政府有那个能力去威胁西方专家 但是美国政府确实有这个本事 我们现在不知道所有的真相 但我们需要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提问 比如说关于德特里克堡 所以关于德宝你有什么问题 请给我们留言吧